現在有一台新的列車 EMU三千是放在北區基督堂的時候 所讓民眾噴出 今天早上是報警處理 要調查民眾是怎麼走進去 現在是又來頭一個火車 讓噴出的這個案例 只要替羅法上官 可以出七重的途徑 把這車稍微EMU三千行列車 車頭頭前噴到漫畫桶 配到甘茂袋紅黎 後段是遷了禮物 台體管剛炮炸在窮拿調查中 發現停在列車今年卵尾噴菜 所以經由港洲軍周回報 台體也報警來處理 以毀壞非法方法等方式 危害鐵路重要機構設施設備 得署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科新臺幣一千萬以下罰金 現由鐵路警察局 收集相關事證積極正班中 鐵路警察紀錄 台體管剛實在炮炸四點五十分 在調查中裡面發現 家鄰位粉塞 隨回合同學區的警察去採證 原來飛順鐵路設備 已經違反鐵路發 會來車調查 看減蚵燗車人 因為像那調查中二十四休息 門口都有人住水 陽光是不是確定 在車站、買站 沒清車的時候 坐車去調查中要調查 這真正好的時候 社會被打壓遲演一段 接著別人以想手在撰骨股車 雖然對付糟糕壓扁 鐵路警察也要看 感激期才在的財政中 台鐵三個工會合憂 負責設備的行為 台鐵應該對救救救救隊為替鐵路安全 和被判斷模糊的效應 對著思想第一次的黑車 讓噴柵軟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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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回應 等台警方修正外行列後 會趕近來 把這個噴柵拆掉 回合列車的元貌 對著回合跟營運的孫子 以為對救救救隊為替要求賠償 記者 志昂華報道